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上千片混凝土粮和钢箱粮拼接而成 若采用传统工艺将无法高标准高效率地制造出数量如此庞大的箱粮 智能制造成为工程师们的首选 距离武汉长江大桥26公里 一座全新的自动化钢箱粮桥面板单元制造工厂 拔地而起 自动化激光切割平台 原板机 全自动焊接机器人 所有这些先进的智能化设备均由一套制造系统控制 大大减少了人为因素对质量的影响 U类是为了增强钢箱粮承重强度的U字形结构形式 而要在U类内只有一个排球大小的空间里完成焊接 一直都是技术难点 U类内含技术是中国企业制度研发的世界首创技术 它的技术难点在于如何在U类内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面 实现可靠高效的焊接 U类内含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提升 我们制造钢箱粮的频道耐久性 依托智能制造 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家工厂就完成了近十万吨的钢箱粮板单元的制造 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和信息化程度的提升 让小到一个以厘米计的零件 大到一片以百米计的香粮 都能得以精确高效地制造出来 沿着长达十七公里的海上桥梁组合 一路向东到达西人公岛 西人公岛东侧的樊石水道 是来往货船进出深圳港的比京航道 它被认为是粤港澳大湾区最重要的航道之一 在它的上空 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 从深圳保安国际机场起降 通航需求再加上航空限高 使修建海底隧道成为了深东通道 在这片海域唯一的选择 这是世界首条双向八车道 钢壳混凝土海底隧道 整条隧道由32节管节和一节最终接头 连接而成 提供一个高品质的交通功能服务 我们选择了三项八车道的技术标准 八车道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管节的跨度特别大 而且这是海底的隧道 未来要通航十万灯级的机舱箱 所以它的埋深又比较深 传统的方法 钢筋混凝土管节的话 那么它钢筋数量是非常多 非常难配 所以我们才有世界上 少数一个先进的科技的先例 就是钢壳混凝土管节 中国的工程师决定向这个世界性的难题 发起挑战 地梁现在是抗年已一直是个问题 樊建生从2015年开始 便参与深中通道的建设 他这些年来的研究课题就是一个 那就是找到最合适最节约 且性能最佳的城管隧道结构 八车道比六车道就要多了三分之一 也就是整个隧道的宽度宽了三分之一 按照这个受力的角度来看 那么宽度增加三分之一 它的弯距将会增加大概78% 随着隧道宽度增加 它的自重和受力面积也增加了 这样的话 隧道就更容易发生弯曲变形 甚至破坏 工程师们最终决定 深中通道的海底隧道 采用钢壳混凝土结构 这种隧道结构在国外有过先例 但仅是千米左右的过江隧道 深中通道的海底隧道 总长达6.8公里 仅从长度来看 就已经是一次空前跨越 而从技术方案和制造施工来看 则是一次质的飞跃 每个管节钢壳由一万多吨钢材打造而成 它就像一件坚实的铠甲 保证了管节在海底的贺载能力和防水性能 好 直接现在三沟同步三米速度高中 三沟同步三米速度高中 三沟同步松 小侧钢腿走 76米的高空上 龙门吊司机要把重达五百五十吨 相当于两架空客A380重量的钢壳小阶段 准确无误地放在指定位置 整个过程容不得半点磕碰 一个小的金木是一个小阶段 那么总共一个管节是有二十二个小阶段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调到我们钢壳上面 进行一个总拼 中国的工程师们创造性地提出了 钢壳混凝土海底隧道结构方案 并用三年的时间 完美完成了所有管节制造 这是中国交通建设史上的首创 也是世界跨海通道建造史上的第一次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域 世界级超级工程深中通道 正在穿云破海 竹梦领丁 而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 是我们是在设设计的